很荣幸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款宝藏好物 爱多美的红景天奶季草片 先来问大家几个问题 你经常熬夜吗? 会因熬夜后灰暗的肌肤而困扰吗? 生活的压力会不会也让你有一点小焦虑呢? 时常聚会饮酒,还曾因宿醉难受不已呢? 时而袭来的疲惫感,连呼吸都不那么顺畅了吧? 这些问题是肯定回答的话 那你的健康值可是受到了威胁哦 刚好,爱多美的红景天奶季草片 这个健康帮手就来助力啦 乍一听这个名称就知道它的两个主要成分 但其实这款产品还是一个复合的搭配 每一种灵魂内涵都起到了事半功倍的健康助力 我们一起来分别了解一下它的内涵吧 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 相传,清朝康熙年间 我国西部边陲少数分裂分子 举兵叛乱 康熙大帝欲驾亲征 奇料将士吸出阳关 刚抵达西北高原 一下子很难适应高山的缺氧环境 不少人便出现了心慌、气短、恶心呕吐、茶饭不思等现象 战斗力也因此大大减弱 康熙正一筹莫展时 恰好当地藏包献来红景天 士兵及时服用后 高原反应竟神奇般的消失了 于是士奇大阵一鼓作气 把叛乱分子打得溃不成军 康熙大席过往将红景天称为仙刺草 并把它清定为御用共品 规定御用共品民间不得使用 这可是红景天第一次为官方认可 但红景天也从此常入深宫 民间不敢再将其入药 故知之者甚少 直到进入八十年代以来 在我国中医药学家的科学研究下 终于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 十一项中断已久的 祖国医学和药学遗产 得到了延续和继承 并因现代科技手段的介入 而得到了光大和发展 其实红景天的应用历史悠久 两千多年前 清藏高原的人就以他入药 以强身健体 抵抗不良环境的影响 历代藏衣将其视为吉祥三宝 民间常用来煎水或泡酒 以消除老泪或抵抗山区寒冷 红景天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生长在海拔一千八百米 至两千三百米之间的高原 高寒无污染的地带中 是在岩石裂缝中生长的 多年生草本植物 也被称之为真实花 素有高原人参之称 其生长环境恶劣 婴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和特殊的适应性 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 它是很有实力的天然植物营养 那是因为红景天的主要提取物 洛塞维 对缓解我们的压力 是十足的救赎 更是机体活力满满的好帮手 红景天在苏联和斯蒂坎维亚 曾被深入研究超过35年之久 红景天提取物 导致了不同领域的 多种生理功能的有力改变 60年代 前苏联基洛夫军事医学院 在寻找强壮剂时 发现了红景天 多方的研究总结来看 红景天是对机体 非常友好的天然营养素 而且他还在护肤方面 成为了热门的选手呢 红景天所含的分类成分 具有很强的对抗自由基 对肌肤损害的能力 这下熬夜党们的 灰暗油腻肌肤 也可以有些安慰了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灵魂内涵 奶济草 这个开着紫色花朵的菊科植物 它就叫做奶济草 是一种有着数千年 使用历史的植物 静液碾碎 会有白色的枝叶溢出 所以得名奶济草 根据中国现代中药杂志中记录 1952年 水飞剂正式被引入中国 使北京植物园 从英国引进作为观赏植物栽培 1972年 中国从德国引种水飞剂 作为药用植物进行栽培 没想到 一经引进 中医药就热情地接纳了这种天然无害 浑身是饱的西方草药 也是在70年代 发现水飞剂对肝脏有很好的健康益处 保护免受自由基的侵害 帮助抵抗纤维化 防止组织斑痕形成 是人体哑巴器官的守护者 另外 埃多美红锦天奶极草片所含多种复合的B族维生素成分 协同作用 是机体代谢的必要营养素 其实我们每天摄入脂类 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的代谢 都需要消耗很多B族 这也是我们的能量代谢最为需要的基础营养素 这里所含的B1曾是因矫气病的男育 而在鸡饲料中发现的营养素 从米康中提取出来的B1 在1929年 也让埃克曼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也被称为精神的维生素 它能缓解焦虑的情绪 维护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 应该算是一个健康的开心果吧 这里所含的B2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皮肤维生素 最为熟悉的就是口腔溃养的时候会想到它 如果缺乏了它 还可能会影响B6和烟酸的代谢 以及铁的吸收 当然了 B6我们也是含在配方中的 它是机体多种煤系统的辅煤物质 一旦缺乏 会有精神紧张和易激动发火 既然是群体 那还少不了泛酸这个B5 它参与维护头发 皮肤的健康 缺乏也可能会感到疲乏 易怒和失眠 可见多种的B族成员 协同发挥是相辅相成的结合 所以这种复合配方的红景天奶鸡草片 真心是为健康考虑的面面俱到 不仅如此 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让我们更为意外惊喜的 埃多美红景天奶鸡草片的独特之处 那就是它的多种辅助原料 让营养更升级 虽说辅助成分 但可以达到七种之多 真是感觉到每次吃到它 都会觉得巨超值 首先来看蔬菜中的王者西兰花 它富含锡元素 维生素C 胡萝卜素 维生素K 及类黄酮等营养素 再到中阴药材郁精的 行器解育 冬虫下草的阴阳铜条 还有基醇 胆碱等护肝因子 脂炼氨基酸 这个增肌组合 还能促进胰岛素合成 这么多辅助原料 合作协同发力 让我们拥有 互有集体健康的综合实力 这么低调 富有内涵的 埃多美红景天奶鸡草片 是不是让你在对抗熬夜 应酬 美肤这条路上 攻略感十足呢 那我的这波种草分享 就期待您的拔草咯 别忘了 也把它分享给你关爱的人 一起用植物的力量 呵护我们的健康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聆听